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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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有伊玛内里唱诗般的现实和临西管学乐团的演奏 今天我们来听准牧师的正大启示录讲解第六诗讲 亲爱的各位圣徒 我曾说明大启父是指邪灵世界的首领路西福 但路西福在七年患难期间 在这地上主张狄基督的势力主管黑暗之事 因此作为迪基督势力的主力的联合政府的首领 也可以说是大吟父 另外根据邪灵的首领路西福的意愿 行动的所有黑暗势力的统称为大吟父 这样的大吟父坐在重水上 水在灵里原本意味着话语 但在这里意味着由迪基督势力主管的这黑暗世界 迪基督的势力通过联合政府统治 统治支配并主宰世界 坐在黑暗的世界的坐 为上 大吟父就这样坐在世界之上 主管着这地上的黑暗之事 说使人们用意念用行为来犯各种罪 对于赞同这些邪灵和迪基督的势力 并一同犯罪的人 二节记载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 在这里行淫不一定是指肉体 属肉体上的行为的行淫 而是指广泛的属灵的行淫 所谓属灵的行淫是指说是信主 但人与世界为友 爱世界 就算嘴上说尽忠于神 但如果不割理内心就没有用 应该割理内心 应该离弃神所厌弃的 神所厌恶的离弃为 与世界为友的离弃爱世界的心 但今天的主题经文中的隐形 更具体地说 是指因有贪心和私心 只追求自己溢出的心 只追求财富 民意和权势 不仅不信神和主 而且即便说是信 也没有真正的信仰 违背神的旨意 赞同狄基督势力的一切 这些都是行淫 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这话语也具有相似的含义 住在地上的人是指属于世界的人 他们喝醉了这种行淫乱的酒 心淫的酒 意味着他们生活在黑暗和各种罪恶之中 三节记载了大淫妇所操纵的寿 寿路西弗操纵的狄基督势力 在他们面前推举联合政府 这联合政府就是寿 联合政府控制世界的手段 电脑也是寿 指狄基督的势力操纵这寿 以女人骑在珠红色的寿来表现 这寿的遍体有亵渎的名号 这是组成寿联合政府的首领的人们 赞同并协助寿的人们 成为寿的帮凶的人们等名字 赞同寿 抵挡神的人们 在神面前犯亵渎的罪 但是有构成这些寿 及联合政府的核心势力 他们正是七头十脚 其中也有起到更中心作用的国家 和没有起到中心作用的国家 他们为了彼此的利益而合作 组成并维持联合政府 第四节 说那女人穿着紫色和珠红色的衣服 用金子 宝石 珍珠为装饰 手拿金杯 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 就是她淫乱的污秽 上讲说明 紫色衣服是指 王等权势人物穿着的衣服 表现高地位和职份 珠红色衣服意味着 在罪恶中凝聚着各种属肉的智慧 但与此同时 紫色的衣服和珠红色的衣服 还有另一种属灵的含义 意味着这女人所拥有的黑暗群势 通过让无数神人流血 积累自己黑暗的群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 大淫妇比神更有权势 而杀害神人 因为这一切都是 神在公义中允许的 神人流血而死 也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 在公义中发生了事情 如果神不允许 路西服和邪灵 绝对不能碰神人 尽管如此 神还是把神人让给路西服和邪灵 让他们流血是有理由的 因为会因那些拯救更多的灵魂 扩张神的国 另外流血的神人 也将蒙德无法相比的荣耀与祝福 除了美国撒旦在杀害神人的同时 认为眼下自己因此得到了更大的群势 但从结果来看 神的国反而更加旺盛 因此要知道 神人无辜受到逼迫与痛苦 最终是祝福 大淫妇也逼迫并杀害神人 并像有权势的人一样 穿紫色的衣服和珠红色的衣服 但等待他们的只有永远的死亡 相反 为了对抗狄基督的势力 流殉道的血而死的人 并不会以悲惨的死亡结束 因此而能够得救 进入荣耀的位置 经商记载 大淫妇用金子宝石和珍珠葵装饰 这意味着拥有富贵 名誉和群势 并且记载 手拿金杯 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 就是它淫乱的污秽 金杯也意味着 权势和富贵 但是里面只有可憎之物 和淫乱的污秽 也就是说 从表面上看 狄基督的势力 似乎紧握着权势和富贵 但其中却充满了各种 可憎肮的罪恶 但那些被富贵和权势 蒙冰双眼的人 却无法看到 无法看到其内在 为了眼前的利益 最终赞同敌基督的势力 与他们一同陷入可憎肮的罪恶之中 但这无论过去 还是现在都同样如此 虽然表面上包装得很像样 但实际上充满黑暗 提摩特前书四章一节到二节说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奇震道 听从那以诱人的灵 邪灵和魔鬼 鬼魔的道理 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 这等人的良心 如同被热铁烙灌了一般 末时越临近 如此变质真理 迷惑的势力就越多 因此要经常用话语装备自己 以便用真理分辨 还要时常警醒祷告 不仅要警醒 还要用话语装备自己 每天光照话语生活 在第五节 说在特额上有名写着说 奥秘哉大巴比伦 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但一份额上有名写着 奥秘哉大巴比伦 狄基督的真实身份 会一直被遮挡到时机成熟 表面上他们自己 也像信奉神信主一样说话 然后在关键时刻 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但蒙蔽双眼的人 仍然认为狄基督的势力 会拯救自己 但到了末日 一切都会暴露出来 曾与狄基督联合 并赞同他们 最终都会暴露 是抵挡神的事 虽然到那时为止 可以像秘密一样隐瞒 但实际到了 狄基督和操纵 他的黑暗室的身份 一一暴露出来 经商记载大巴比伦 巴比伦在灵里 意味着世界 意味着抵挡神 变得骄傲而高傲的 所有属于非真理的 巴比伦是表现象征性的 代表抵挡神的实力 但是经商记载为大巴比伦 因此说明 这大淫妇是 抵挡神的势力的 最首领 做事上的淫妇 和一切可赠之物的母 正如这一记载 路西弗和狄基督的势力 就像这地上 所有肮脏丑的 邪恶之母一样 因为路西弗 与狄基督的势力 在这地上犯了各种罪恶 各位圣徒 读起失路时 兽 偶像 女人 大淫妇 大巴比伦 巴比伦 大成等相似 而又略有不同的单词 不断出现 那么有时 我会有两种来说明 这些单词的含义 这是因为有属灵的含义 和属肉的含义 例如 主管这地的黑暗的 市的总首领是路西弗 但实际上 龙和手下邪灵 行属 黑暗之时 特别是在七年患难期间 狄基督的势力 将其帮凶的作用 另外在七年患难期间 狄基督与其说是指特定的人物 不如说是 与抵挡神的势力的总成 这狄基督的势力的核心 就是联合政府 所以联合政府的首领 最终是狄基督的 势力的首领 另外联合政府使用的 性能强大的电脑 也将起到支撑联合政府 及狄基督势力的 主力的作用 另外我曾说明了 说明为了团结狄基督势力 特定的宗教势力 也将起到中心作用 其宗教势力 也与狄基督是一体 其宗教势力的首长 也是狄基督势力的首领 像这样 虽然把路西福作为总首领 但下面有很多 有很多有关联的存在 因此当出现某个单词时 就会出现 不能只用一个单词 来解释的情况 因为实际上首领只有一个 但根据情况 有时会让人想 要人看起来 有时会让人看起来 有各种形态和实力 因此 虽然每个单词的意义 固然重要 但大家只要了解 整体趋势就可以了 如果知道邪灵世界是如何构成的 在七年患难期间 有哪些势力抵挡神 就可以掌握 其思路的整体趋势 无论是大淫妇 还是联合政府的首领 还是宗教集团的首长 因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同 但最终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都是一样的 其目标就是 无论如何都要与神对抗 毁谤神的国 逼迫并杀害神人 迷惑人们走向死亡 第六节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 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 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 喝醉了血 意味着这女人 让很多圣徒和耶稣的证人流血 要杀害他们 破坏神的国 让圣徒们离开信心 但是正如之前说明的一样 结果却与其相反 越是逼迫并杀害圣徒和耶稣的证人 福音旧约广泛的传播 但是要清楚主题经文所记载的 圣徒的意义 只是来往于教会 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被称为圣徒 遵守神的话语 追求真理之道的人才是圣徒 仇敌魔鬼撒旦就是逼迫这样的圣徒 就算出席交货也不是圣徒 只是教徒而已 这样的人没有必要受仇敌魔鬼撒旦的逼迫 因为放任 反正都是自己的食物 相反 丑敌魔鬼撒旦 逼迫按照坏运生活 愿生活在真理中的圣徒 无论如何都想让圣徒们离开信心 另外还逼迫耶稣的证人 耶稣的证人简单来说就是传道的人 因感谢传单点连续死去的灵魂 所以努力传扬耶稣基督的人 如此传扬耶稣基督时 也会受到各种逼迫和嘲弄 像这样因为是圣徒 是耶稣的证人 所以每当受逼迫时 一定要想起这句话 大家知道吗 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毁报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经上说 如果大家因耶稣 我们的主受 主的名受逼迫 反而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结果是祝福 如果自己作为圣徒 努力过向生活 努力传道 必会受到逼迫 虽然有时因缺乏属 善的智慧 而自找逼迫 但大家作为圣徒 作为耶稣的证人 要感谢所有的逼迫和苦难 但在七年患难时 这逼迫超乎想象 在为被提而留在这地上的人们中 信主的人必须要战胜这逼迫 这不是选择的问题 而是为得救必须要做的 必须要凭信心战胜这逼迫 才能得救 就算真的有芥菜种办的信心 也不会没有人不怕天国和地狱 我没有什么恐惧的心 在死亡面前 我也曾不惧怕 就算遭到逼迫 我都是平行战胜 无论谁打我 我都不知道疼 而且也没有感到过疼 但我怕地狱 我最害怕的就是说违背神的话语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有信心 当然就会这样 如果惧怕万君之 耶和华 神就不会行落入地狱的事 而且如果离弃于世为友的信 就会感受到神的爱 最终就会成为火热爱神的真正儿女 但是由于逼迫极为残酷 能承受得住的人并不多 正是在七年患难的时候 尽管如此 有些人坚持到最后而殉道 那么大淫妇就是喝醉这些的殉道 流下的血 那么使徒约翰为什么看着那女人大大的稀奇呢 这时感到稀奇意味着惊吓 因为狄基督对信主之人的逼迫极为残酷 甚至到无法想象的程度 所以使徒约翰看到也受到惊吓 第七节 天使对我说 你为什么稀奇呢 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的兽的奥秘告诉你 天使现在想告诉使徒约翰 为什么末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果从亚当的犯罪开始到七年患难的最后 领悟到神的公义和爱 这所有的事都不会受惊吓或稀奇 如果大家也能领悟到神的公义和爱 就会看出灵界的法则 那么就对根据七灵界法则出现的现象 就不会感到稀奇 例如国家也有国家的法律 例如驾驶规则 只要遵守 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不知道就不能遵守 知道就能遵守 没有什么可怕的 国家的法律也是一样 经常有因为不懂法律被牵连的事情 又比如搞建设 无论是买卖还是税金关系 因不懂法律而蒙受损失的事情 也很多 所以就像大家越是了解法律 又越好一样 越是了解灵界的法则 越了解神的法则 灵界的律法越多 就不会受臭屉魔鬼撒旦的搅扰 也不会被迷惑 可以保护自己 以免受仇地魔鬼撒旦的毁谤 因为大家一一学习了灵界的法则 所以从圣经创世纪开始都能解开 起初神在1985年 启示给我圣经时 首先让我为旧约 新约的难解句子 祷告 开始祷告 特别是为新约难解的句子 意义祷告 那么我一边读圣经 一边查找句子 并记录在本子上 吃完早饭 我就到光州祷告院 祷告 那么说实上呢 其实我就爬一点 吃完早饭 我就在那里祷告 祷告一整天 吃晚饭的时候呢 下山 为难解经文祷告 求神启示 吃完 晚饭后 又去上山祷告 吃完晚饭后 从七天开始 晚上呢 有礼拜 那时候呢 我们要上山 因为当时没有人 就都去做礼拜了 所以那时候呢 就开始领受神的话语 那么神就开始 一一启示 给我白天 祷告一整天的 难解经文 一次启示 四十节经文 每当启示 这些难解经文的时候 我都特别地感动 根本 我们根本都没有想到 无法理解的经文 一一得到神的解析 那读经的时候 就能完全理解了 所以非常幸福 特别地感动 这样祷告一周 星期五下来 不知道 有多充满 那时候呢 教会还没有多少工人 也把 教会的运营非常好 周五我向阿山 那么周五 这一礼拜的时候呢 我就会讲 神启示给我的内容 主日大礼拜 晚礼拜 还有凌晨礼拜 一一说明 启示的话语 神下我启示主要内容 在这段时间 我又讲给圣徒们 那时候呢 也没有时间做记录 开拓的时候 我们出信徒也好 也不知道 他们得到了多少的恩典 在八十年代 得到了多少 不知道得到了多少恩典 就这样 神向我启示圣经话语 所以也就能把圣经看透 把灵界都能看透 也能读懂神的心和想法 就这样一个一个的装备起来 那么旧约 新约都成了配偶 每一句经文 旧约新约都有配偶 这样装备起来 就会自然而然的 那么形成配偶 由圣灵来 让每一句经文形成配偶 所以只拿出一句经文 在心里旧约新约 就会形成配偶 在正道的时候呢 只要领受主题经文 和题目就可以 领受主题经文和题目 就会受到主管 要讲到的内容 同时也会受到主管 得出序论 本文 结论 那么就可以用 一节经文 无论用任何题目 都能讲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为什么 因为旧约新约都有配偶 所以可以尽情地讲 所以大家要懂得 并装备很多属灵的话语 要成就为灵 如果只当作知识 是没有用的 用头脑里的知识去行 是没有用的 要把知道的 及时的成就为灵 这样圣灵就会做工 只要大家熟悉灵界规则 就能预测任何事情的结果 就会得出答案 大家在上小学的时候 只要熟悉数学公式 就能带入数学题解答出来 但是要想知道公式 并不是就都会的 要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 学九九乘法 学加减乘除法 因数分解 学到中学高中 只要有公式 带入数学题就能算出来 一开始怎么那么容易呢 一开始说 就是说 要不断地带入题 才会牢记公式 无论是什么难题呢 都会算出来 神的话语也是一个公式 有些是蒙福的公式 有些是受咒诅的 有些是生病 得不到保守 有些是生病了 也能悔改得一致 有些是灵肉间 健壮 有些是进入灵雨全灵 进入先爷爷鲁萨朗的公式 只要带入问题 就可以解答出来 如果是祝福 只要带入那公式 解决就可以 就像这地上 有法律和秩序一样 灵界法则 存在于看不见的灵界 这些法则是 万君之 耶和华神 所赐予的 这灵界法则 是按照公义的 按照公义 正确实用 因为这是万君之 耶和华神 所定下来的法则 所以根据公义 可以正确实用 不能超越公义 并不是说 干脆不能超越公义 也有可以超越的 以前都说明过 大家知道吧 能超越公义的 就是爱 属灵的爱 这爱是可以超越公义的 例如 神说 如果发现金银 就要用石头打死 这就是公义 是神的法则 金银就要用石头打死 我主说过 凡看见 妇女就动一念的 也是金银 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 也属于金银 但是在马太福音 看马太福音 与童贞女 玛利亚订婚的 约瑟 约瑟的妻子 明明从手楼上看 似自己的妻子 接淫了 现实只能说 和其他男人 发生了不好的关系 为什么 现在和自己订婚了 还没有同房 但是和自己订婚的女人 现在却怀孕了 那么从手肉的角度来看 只能说 自己的妻子 现在坚淫了 按照律法 按照公义 就要用石头打死 还要传出去 说我妻子奸淫了 这样 也不构成了杀人罪 是遵守了神的法则 但是这约瑟想要 暗暗地把他修了 不想传出去 和妻子订婚了 妻子劝坏了 因为世上的话来说 该有这么气愤呢 但约瑟是良善的人 极其温柔良善的人 所以他不想传出去 想要暗暗地把他修了 这样的爱是超越公义的 如果按照公义的法则 就要应该用石头打死 但圣经记载 反而称赞他 不是说他不好 而是在称赞他 余瑟想要暗暗地把他修了 说他是良善的人 所以在属肉的后代中 有童真女玛利亚的名字 在他后代 主以圣灵感运降生 所以有这种超越公义的 我们知道多好 我们知道有这种灵界的法则 有多好 如果按照公义 就应该这样这样 但知道有超越公义的法则 就可以遵守 所以灵界法则 根据公义 正确运用 但是有时可能会 因为超越公义的爱 而看似属于例外的情况 但这也是在神的爱 和公义中成就的事情 因此 因此大家心中越成就爱 就越能领悟到 以超越公义的爱 做公的灵界法则 若以神的公义与爱 光照七年患难期间 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就都 都可以做出 说明 神赐机会到最后的爱 连那机会都失去 而自取灭亡的人们 他们将面临公义的 严峻的审判 这些都能理解和领悟 从第八节开始 更具体地说明 兽的真实身份 第八节到十节 你所看见的兽 先前有如今没有 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 又要归于沉沦 凡住在地上的名字 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 见先前有如今没有 以后再有的兽 就必稀奇 智慧的心再次刻意思想 那气头就是 女人所做的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 五位已经倾倒了 一位还在 一位还没有来到 他来的时候 必须暂时存留 在这里受使 以路西弗为中心的 写灵势力和受他们主管的 敌基督势力的总成 经上记载 他们先前有如今没有 自人类刚做开始以来 直到七年患难的最后一刻 他们一直掌握着 这世界的黑暗的群世 但是神允许的七贤一满 现在就会失去他们的权势 因为在这地上主管黑暗权势的 敌基督势力将会消失 在七年患难的最后阶段 在七年患难的最后阶段 然而被关在无抵抗的邪灵 在七年王国结束时 再次被放出来 迷惑着地上的人们 对此以后会详细说明 但是大部分生活在 七年王国的人都会被迷惑 走向灭亡 像这样受不紧 最后的挣扎 直到七年患难结束的瞬间 而且在七年王国结束时 要将再次迷惑全世界 带领灵魂走向灭亡 对此下一讲将继续说明 下面说结论 亲爱的各位圣徒 灵界分明存在 在这肉眼看得见的地上 所成就的所有事情 其背后有灵界的世界 有灵界 例如人在犯罪时 虽然犯罪的是人 但其背后总会有邪灵 是丑队魔鬼撒旦 在操控大家的一面 在龙 撒旦 魔鬼 鬼等邪灵操纵下 主管这地上的黑暗知识 所以大家必须明确 明确了解邪灵 辨别他们的轨迹 漠视越临近 邪灵越猖獗 大家应该装备自己 以防邪灵 干脆不能靠近大家 也就是说应该要全副军装 因为他们知道了 自己的时候到了 所以无论如何都想更加 多迷惑一个灵魂 走向灭亡 因此神的你们 漠视越临近 越要警醒 要做好万般的准备 所以弗所说六章十三节到十八节说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 用这里当作带子素摇 用公义当作护心境遮凶 又要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此外要又拿着信德 当作藤白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揪恩的头盔 戴上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请大家光照一下这话语 大家有没有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呢 奉主的圣明祝愿 无论任何属灵战争 都能成为征战而得胜的 曙光的将帅 思考话语一同做祷告 接受为主人牧师为患者做了祷告 把手放在疼痛之处 软弱之处接受祷告 没有疼痛之处的人 把手放在胸前 为心愿平心心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做工在基线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 知交会 知声店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 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 并驱走一切事态和患难 求福用圣灵的火 原本的光焚烧 并抑制他们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每根骨节 全身神经 组织 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 出帝魔鬼撒旦 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 光啊 进入吧 求福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 完症 焚烧尽尽 击退瘧疾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感冒 咳骚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病均不能进入 求福保守 求福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衣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胃病 糖尿病 复科病 皮肤病 脚妆腺疾疾病 以及素炎症也都得到痊愈 李秋复时小儿麻痹 中风 关键炎 腰椎间盘托住症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再来的一切疼痛都消失 癫症 自闭症 忧郁症 躁愈症 神经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 我吩咐 麻痹 瘫痪得以释放 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 蘑菇的事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要听得清楚 瞎子要看见 笼子要听见 哑巴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捷径 骨折得到愈合 受伤烫伤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父爱求你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比拟及各种药物 剧毒 中毒也得以结尽 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 死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他的赐语 怀他的祝福 得到怀他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命令 仇敌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重邪灵都退去 他的差异也退去吧 这世上的邪灵 污秽的灵 虚假鬼诈的灵 以及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暗进入吧 求父神赐予您而你们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弃罪恶成为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阳中 都往保守 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云 天明天使 煮火焰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 将智慧和名则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山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女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我遇见了神体 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给您 奉我主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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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